其實跟List最大的差別就是List它是單欄的 反正它就是一個一個一個 它只能一次放一個資料 那Dictionary的話它可以放兩個資料 一個Key一個Value 所以裡面的話我有稍微說明一下 它怎麼樣取得它的這個 比如說長度就L1 Clear,Copy,Get 取得哪一個裡面的資料等等的相關的 還有它的Item Item裡面當然有包含Key跟Value 還有Key裡面的Value Key跟Value 那我們要怎麼樣使用這個Dictionary 在我們這個練習裡面 那我這邊有一個練習題 所以待會也許各位可以建一個什麼 建一個那個Dictionary的一個練習 那這一題的話我這邊有一個叫Dictionary Show 這裡面的話大概就演示幾個重點 第一個我Dictionary怎麼建 比如說這邊的話 總共會有一、二、三、四、五個學生 OK 那這邊注意喔 你要怎麼樣建那個Dictionary裡面的資料 當然呢 如果你一般空的Dictionary 裡面的話 其實就跟那個List還蠻像的 List的話 它空的話 是中瓜虎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是Dictionary 空的話是大瓜虎 差別在這裡而已 如果是大瓜虎的話呢 它裡面就是一個Dictionary OK 第一個喔 特別是空的Dictionary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要怎麼樣把資料放進去 反正一定是 一樣是豆點 跟List一樣 差別只是說你一定要一個Key 一個Value 中間加一個帽 一定要兩個東西喔 你不能給它一個 List只能給一個 但是呢 Dictionary一定要兩個 成雙成對的 就像說現在餐廳規定 然後個人不准用 不能用單獨用餐的 好會被趕走耶 為什麼 因為它只允許 是雙人以上 不太可以了 所以Dictionary一樣喔 Dictionary只能兩個喔 你不能給一個喔 一個無法放 所以呢 記得喔 中間加帽號就對了 那我們要怎麼樣 丟資料到Dictionary 兩個方法 這個是第一個方法 就是你只要怎麼樣 如果說你要見多比的話 你可以一次給它第一個 豆點 第二個 第三個 就等於是 理差明85分 乘差平95分 等等的 然後呢 你可以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 欸這個跟List的那個 剛剛那個 1到12月的那個英文還蠻像的 就一次給 第二種方式就是底下這個 如果說我不要一次給 那我可以什麼 Dictionary 中國阿虎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又變中國阿虎 也就是前面是Key Key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你給他一個名字 Key 他的名字幾分 一個名字幾分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邊的話呢 我們等於是放了五個學生的資料 OK 下面這兩種嘛 你想說老師 這兩種如果說 我要改成上面這兩種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如果你覺得放在下面 你覺得感覺怪怪的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放在上面 如果你把它放在上面的話 這個就是什麼 髒 欸什麼 髒擦水喔 痘點 要把冒號跟著一下 冒號 68分 有沒有 那意思可以推啦 假設你這個東西 要把它放上去的話 那你就是這邊呢 再把它擺上去 然後這個加痘點 OK 然後中間呢 加一個冒號 然後幾分 OK 這樣就可以了 上面跟下面的表示方法 是一樣的 那上面的方法 比較適合就大量丟資料 下面的方法 比較適合個別 一個一個的放進去 那兩種 當然你就試情況喔 自己決定用哪一種方法 所以這邊我們就 增加了Dictionary 所以喔 第一個喔 我先把它Print出來 假如說我已經建了 建了總共五個人的資料進去 那如果我要把它Print出來的話 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喔 建完之後 你可以發現喔 我把它Print出來 它裡面放的資料 其實就是這個人的冒號 OK 應該可以懂了 那問題來了 我如果今天喔 欸我希望怎麼樣 我要個別的讀出來 或者是說我要做後續的應用的話 那第二個的話 你可以用key value的概念 所以底下的話 我們延伸出來喔 如果我今天呢 要把它的名字 讀出來 跟它的成績分開來的話 那底下喔 我有做了第一個喔 我們用list 欸特別注意喔 因為其實它 它就等同是兩個list 一個 dictionary 就是等同是兩個list 一個是key 一個是什麼呢 一個是什麼呢 一個是value key value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把 dictionary裡面的key 把它抓到一個list裡面 value抓到另外list裡面 做後續處理的話 所以喔 我這邊假如說這個把它mark掉 然後呢 我print什麼呢 第一個list 就是key 第二個list 就是value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 知情結果 有沒有發現 它就會被分開來了 名字歸名字 成績歸成績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所以等於dictionary跟list 這之間關係喔 主要就是 反正一個是一欄 一個是兩欄 OK 那哪一個比較有名呢 好像一欄比較有名 這太冷了喔 這沒有關係啦 我突然想到那個 我發現喔 突然大家轉不過來 不過我發現喔 真的在台灣吃 還反而比較貴喔 ok 而且我才發現那個 在台灣吃 喝星巴克喔 日本還比較便宜一點點 而且喝起來比較好 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的關係 ok 價錢是真的比較便宜 好 所以這裡的話呢 就是 可以再把它分開來 應該可以看懂那個意思啦 最後如果說我要做計算的話 假設我要做平均的話 這個部分的話 就跟剛剛一樣 我這邊把它 print這邊把它mark掉 所以呢我就把這個dictionary 分成key跟value之後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它再處理出來 讓它的成績一個一個顯示出來的話 比如說某某人的成績為幾分 某某人的成績為幾分的話 那我可以for i in range 把這個len指的就是說呢 這個list裡面的長度 前面講過啦 len有沒有 總共有幾個 然後呢 把裡面的資料一個一個的讀出來 讀出來之後呢 幫我這個喔 特別重要 這個person s指的是 s指的是文字喔 剛剛d的話是整數 d的話是整數 那f的話 就是小數點 所以基本上喔 在格式設定裡面的話 這個有點像那個esl裡面 按右鍵出生的格式 到底差不多啦 就格式裡面呢 那就幫我放兩個東西 一個是它的key 所以把key讀過來之後 就是這個人的名字 然後把value的資料呢 放過來 就它的分數 所以你會發現喔 理差名的 空一個的成績為 有沒有幾分 就出來一個 然後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直到沒有為止 所以請各位 自己練習一下吧 我如果希望看到的結果 是下方這樣的結果 那請各位用dictionary 試試看喔 OK 那這裡的話 特別注意喔 這個 建那個dictionary的方式喔 那這一個練習題呢 在雲端上也有啦 所以也許 你們先試試看喔 那關鍵第一個喔 dictionary一定是 大瓜糊 不要搞錯了喔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可以怎麼樣 利用dictionary裡面的keys 把什麼呢 把它的前面的資料 抓到一個key的list 這個名稱我們自己訂的 另外呢 點value 指的是把它的value資料 轉到另外一個list OK 然後利用什麼呢 利用print的方式喔 幫我把資料給顯示出來 請各位先試試看那個dictionary 這個列習題 所以dictionary 其實跟list 最大的差別喔 就是一個是一欄啦 一個是兩欄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理解喔 那裡面的話當然呢 就是一欄 Key 一定在前面 Value 一定在後面 是 那個 算L一 來 吧 對 你 才